蓝西辰带着小卫英坐在了兔子堆里 擦干了小卫英的眼泪 哎呀 不要害怕 回去之后旺鸡还在的 你啊 还是会遇见旺鸡的 小卫英超气的 真的吗 那里 那里真的有哥哥吗 有的 那里也有旺鸡 不过 那里的旺鸡还小 与你差不多的年纪 小卫英不解了 那 那和阿英一样大的哥哥 是小时候的哥哥吗 还是 那个哥哥 他还会记得阿英吗 阿英 这就是我要同你说的 你要认真听好了 关于蓝王鸡 小卫英一向很伤心 他点点头说的 哦 阿英认真的听 蓝王鸡呼出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阿英 你回去之后 如果再遇见王鸡 别怪他不记得你 也别怪他不理你 王鸡只是不爱说话 王鸡看起来是很冷漠 但其实是个心软的孩子 若是他惹你生气了 千万别放弃他 他很想和你在一起的 只是他不太会说话 又是一个人爱闹别扭 不过他很聪明 所以 拜托阿英 给小时候的忘记一点时间 让他重新学会如何爱你 好不好 小卫英虽然不大理解 但还是点点头说的 好 我会记得的 若是找到哥哥 我一定不会离开哥哥的 收到蓝王鸡的信后 聂怀桑赶到了云神不知处 看到了小卫英 聂怀桑叹息着沉默 经过商议 聂怀桑和蓝启仁 各写了一封信 蓝王鸡将两人的信 和魏无羡的随便 陈请 以及自己的令牌 放入了一个小小的储物袋之中 想了想 又放了一些零碎的银子和衣裳 还有一些小零食 依依和小卫英交代好之后 蓝王鸡收起了之前的惶恐不安 平静地和小卫英 过着为数不多的日子 这日入夜 蓝王鸡再次交代一遍小卫英 若回去之后 该怎么做 小卫英突然抱着蓝王鸡 哽咽地说道 哥哥 当真第一眼 见到阿英就会喜欢阿英吗 蓝王鸡同样抱紧小卫英 颤抖地说道 会的 不管何事 不管何地 只要是你 必会一见清醒 蓝王鸡在心里承诺道 小卫英从蓝王鸡怀中退出 抬手擦去蓝王鸡 不知何时落下的泪 再度弯起了嘴角 哥哥 别哭 别哭 阿英一定会找到哥哥的 以后 再也不分开了 蓝王鸡握着小卫英的手 压下泪意 好 我等你 随后 小卫英就不见了 正如他突然出现那样 离去也是来得匆忙 小卫英的离去 在不同处的蓝锡尘和蓝启仁和聂怀僧心中都有所感 或许有些事情将会变得不一样了 小卫英回到过去时 没有如同蓝王鸡等人预料在以令落地 反而很幸运地睁眼就看见了云深不知处的山门 此时虽然是深夜 但在熟悉的地方 这让小卫英松了一口气 多亏蓝王鸡每日都带着小卫英走一遍云深不知处 所以 小卫英闭着眼睛 也能找到近视 从蓝王鸡给的小袋之中 取出了令牌 小卫英含着泪 摸着黑 便朝近视走去 夜晚的云深不知处 寂寥无声 小卫英还是有些害怕的 但想想马上就能见到蓝王鸡 他鼓起勇气向前走着 可是 当小卫英走到近视的时候 没有看到蓝王鸡 面对空无一人的近视 小卫英终于忍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 引来巡查的门声 他们看到蓝二公子的院子里 居然有一个陌生 又穿着嫡系衣裳的小孩 也是很是不解的 见到陌生人 小卫英这才想起蓝王鸡的交代 到了云深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蓝启人 于是 小卫英抽搭着 和门声说道 我 我要找我叔父 我叔父是蓝启人 你们 你们带我去找他好不好 门声们虽然好奇蓝启人 何时多了一个侄子 但是 看到小卫英手中的 嫡系令牌 还是带着他 去寻找了蓝启人 见到蓝启人之后 小卫英把未来 蓝启人和聂怀桑 写给他的信 交还给了他 蓝启人看完信后大惊 匆忙安置好小卫英之后 就去找了 闭关中的青红军 从小卫英回来的这一刻 命运的齿轮便开始了扭动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第二日 蓝启人带着小卫英 见到了小蓝焕和小蓝站 不等蓝启人开口接受 小卫英飞扑向了小蓝站 再次的大哭道 哥哥 哥哥我可算找到你了 阿英 阿英找到你了 阿英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小蓝站突然被抱住 又听到小卫英的哭喊 不知所措 想要推开 可是想着伤心欲绝的 模样的小卫英 又有些于心不忍 民罪片刻 小蓝站憋出了两个字 别哭 小卫英听到小蓝站的话 努力憋着泪 吸着鼻子说道 好 我 我听哥哥的话 不哭了 哥哥 不要再离开阿英了 好不好 阿英会听话的 小蓝站看着大眼睛红红的 眼角还挂着泪的小卫英 犹豫了一下 取出怀中的手帕 还是给他擦了擦脸 小卫英见小蓝站 和从前一样给自己擦眼泪 破题为笑道 哥哥 哥哥 你真好 小蓝站被小卫英突如其来的一句夸奖 红了耳朵 将手帕放在小卫英手中道 自己擦 然后扭过头 便不再看他了 小卫英也不在意 胡乱地擦了擦 眼睛却一直盯着小蓝站 连小脸都擦红了都不知道 小蓝站余光撇过 取过小卫英的手中的手帕 还是自己动手给他轻轻地擦吧 末了 轻声地说道 不 不要用力 小卫英拉住小蓝站刚要收回的手 阿英脸疼 以后 以后还是哥哥 帮阿英擦好不好 小蓝站想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可是 看到小卫英湿漉漉的大眼睛 又落回了肚子里 半想才道 好 蓝起人看着小卫英和小蓝站的互动 心底的酸甜苦辣翻腾啊 这缘分 果然是天注定的 幸好 老天给了他们重来的机会 从此 小卫英 便在云深不知处安了家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还会离开了 每日 在小蓝站的身后 一口一个哥哥 换得小蓝站是又羞又喜 渐渐地 也接受了这个小尾巴 从此 还放在了心上 正如未来的他所承诺的一样 就算一切都忘了 再次见到也会再度倾心的 小卫英离开后 蓝忘机陷入了呆愣 他无神地靠在床边 开始祈祷 又觉得自己太过贪心 老天已经给过他一段欢愉的日子 他又怎能再强求呢 天色渐暗 过去的苦难在黑夜中渐渐地抹除 世间万物开始发生着变换 等蓝忘机醒来 发现天色已大亮 骤然间 多了许多成堆的记忆 出现在了他的脑中 令他头痛欲裂 待蓝忘机消化完这些记忆之后 他开始激动了 内心涌出了狂喜 他们成功了 蓝忘机站起身 却没有看见魏无羡 他有些慌张 难道那些记忆是假的 他不顾凌乱的衣袍 想冲出境势 想要找一个真相 蓝湛 那个营绕在记忆深处的声音传来 蓝忘机抬眼望去 心上人已正朝自己飞奔而来 他张开双手 接住了他忐忑的心 魏无羡 抱住了蓝忘机的脖子道 二哥哥 我回来了 以后我再也不要一个人出门了 没有你在身边 还真是太无聊了 蓝忘机抱着怀中人 心跳如雷鼓 如梦幻 却都是真的 上天给了他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 他的魏无羡 不再受那些苦难了 自己也做到了好好保护他 让他平安快乐长大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的魏英 回来了 一切都不会改变 上天终不会 亏待良善之人的祈愿 有情人 也会忠诚眷属